好了 鄉親啊 來路不明的食物 不可以隨便煮來吃 台南市有一家 一家小孩死的人 吃完這個中島餐 開始來頭腥 眼睛起毛 腳手起毛 趕緊叫救護車送便宜 根據到環節表示 當時他們整個火 都吃一種叫做以色列的褲菜 真有可能就是這種鴨菜有毒 不知道 沒生命危險 對啊 這啦 這啦 我們以前這張生著 比人家比較高的食物 叫做以色列褲菜 台南英空這家火 拿到經濟後就正在營燈 早幾晚下來 趁來吃 想不到一家 開始頭腥 要討厭 眼睛不不 一家那些人都出現一樣的症狀 發現是去吃到以色列的褲菜 今天有一個火林仔 整身都肉皮沒辦法走路 只好叫救護車送便宜 他們說他們自己種了 然後說第一次吃 然後就發生這種狀況 火林仔的老闆 北董主義的時候 手裡還有拿一片褲子 補免的時候也說 可能就是吃這種食物 發生了這個情形以後 衛生局在調查說 這個到底是什麼 一個植物引起的 到底是不是搜尾褲菜 相關單位也需要釐清 不過也要提起民眾 千萬不能隨便亂吃這種 內陸不便的事物 嚴重甚至有可能會沒命